小乖乖 如果妈妈可以走了 叔叔阿姨会想透过仪器 再多给妈妈几分钟 可是妈妈最后的几分钟 并不像那样 妈妈只想握着你的手 再听你说 妈妈可以走了 如果你爱我 那一天请勇敢放开我的手 亚洲地步病人自主权利法 1月6号在台湾上路 也就是在你神智清楚 完全有行为能力时 自己先决定如何走完人生 最后一段路 和医疗团队进行 玉利医疗照护资商 签署这份玉利医疗决定书 卫福部依据过去的 事办经验拟定 资商时间一小时 收费3500元为上限 低收入户则是免费 同时鼓励家属参与资商 完成签署 同一时段第二人次以上予以减免 会有推动居家的私能个案的 家庭医师计划 那么在这个计划中 那么家庭医师也会来主动协助 那么居家的私能个案 来进行这个照护资商 以及签署预定医疗决定 目前实施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 是针对末期病人 病人自主权利法 对象扩大到不可逆转的昏迷 永久职务人 及重度的失智 还有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重症 像是见动人等 目前安宁缓和医疗条例 是放弃瀕临死亡的医疗 像是电极插管叶克膜 而病人自主权利法 则是有条件的中止洗肾 抗生素管灌喂食 不做无意义的生命延长 你无法选择怎么来到这个世界 你可以决定怎么离开